再來我們來看就是有關UI跟UX設計師所需要的專業技能 那我分層底下總共有6點來跟各位做一些說明 不管說將來你是不是想要從事這相關的工作 那其實你都可以稍微了解 或者是將來你們在做一些專案處理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做分工 那首先第一個的話呢使用者的介面設計 裡面當然包含就是說如何跟使用者做合理的溝通 那這個部分就是其實簡單講起來就是跟UI比較有關係 那要懂得一些視覺兼這個設計的原理然後安排 並且製作出操作流程的介面圖稿 能夠兼具美感與應用性這蠻重要的 那當然可以分成網頁跟APP 那當然這裡面的技術最常被使用到的包含就是 網頁裡面以HTML5的形式來製作 那例如像一些企業的形象網站啊 短期活動的這個介紹網頁啦 或者是說那個購物網站 跟企業管理的ERP之類的相關的網頁 另外的話呢APP包含就是iOS 其實就是蘋果的手機 那enjoy的話就google手機 然後另外平板的應用啦 以及這個觸控螢幕的相關 其他的相關的作業系統 那包含就是說呢 像現在蠻多車上都有車上的導航啦 或者是保全系統等等的 那也都需要做一些介面設計 那實際上還是要看那個公司的相關需求 那如果說呢是以接案為主的公司 可能兩者都要會做啦 因為像現在台灣很多 中小型的軟體公司 實際上呢 當然還是要看客戶需求 然後使用哪一種技術啦 不過慢慢發現 以這個兩者都需要做的情況 其實還蠻多的 另外的話呢 可能就是說本來也許是要做網站的 但是呢他希望說網站跟APP 兩者都可以兼備當然是最好的 所以底下有一個技術 恐怕大家也要知道 叫RWD 那中文意思的話呢 就是或者叫響應式網頁設計 或者叫回應式 反正就是Response Web Design 那實際上呢 這個其實就是 最大的特點就是說 它可以針對不同的裝置 然後呢做不同的解析度調整 那也就是說今天假設你的這個網頁 如果是在電腦上面 它自動會放大 它會去偵測說你的裝置的解析度 但是如果你縮小到平板 它就自動在縮放 而且縮放出來的結果 並不會差距太大 甚至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手機上面的話 那當然它會自動做一些調整 OK 當然呢主要還是 能夠對於所有的裝置都是相對的友善 不會因為說今天是網頁設計出來的 那在其他裝置 呈現出來的字就會太小 這種狀況發生 OK 所以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前端的語言 那前端語言實際上 這個跟程式設計有那麼一點關係 當然也不全然就是程式 其實設計的成分還是居多 其實程式部分呢 主要就是JavaScript 不過現在JavaScript 就會有很多的所謂的框架 或者是一些韓式庫 那當然你主要的需要還是要呼叫 不過還是需要有一點點程式的底子 當然是最好的 那這部分的話呢 也就是UI跟UX 其實都會需要用到 那但是UI的這個設計師 可能要對於這部分 熟悉度、專業度當然相對會比較高一些些 那UX可能就是在這方面的技術需求 可能沒有那麼高 那這三項程式語言 就是所謂的切板必需要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做一個版型 那當然你需要具備有這三項能力 那當然HTML 其實這個就是網頁的基本語言 然後CSS就是這個它的樣式 那JavaScript的話就是相關程式的部分 那可以讓你在這個網頁視覺圖稿 所呈現做出來的流程順序 可以做出模擬的操作樣子 當然實際上RUN也許 後面其實還會牽涉到後端跟資料庫 不過這個前端當然要先寫好 其中的話底下有一個這個JQuery 這個JQuery的話 實際上就是可以讓那個原來程式 本來是很複雜的 那它裡面等於是都已經幫你包好了 也就是你呼叫它就可以了 比如說像以前我們要做一些效果 比如說像JQuery裡面包含就是像一些 JQuery也不只是說只有程式部分 它還有一些美工部分 它也都幫各位做好了 其中當然還有一個JQuery JQuery衍生出來一個叫JQuery Mobile 那Mobile的話顧名思義 就是針對的是行動裝置 這個部分的話 早期在那個像FoneGap裡面其實也有用到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在手機上面 它可以很快的套用這個韓式庫 就可以做出非常多的一些效果 也不太需要寫太多的JavaScript程式 這個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再來的話是使用者的研究 這個部分比較偏重在那個UX的設計師上面 那因為前面我有講過 就是說UX其實比較強調是使用者的一些體驗 所以當然你在就是設計這個程式之前 恐怕還是要先知道一下 而且知道並不是說只是單單那個表面上的知道 而是真的能夠深入了解 到底使用者做這樣的 使用這樣的一個APP的時候 它會有沒有哪一些比較深層的一些需求 然後甚至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還需要 來繪製出所謂的那個Function Map OK 那Function Map主要有點像是一個 像是一個需求的一個圖形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我有放一張 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所有的需求通通繪製成一個功能地圖 那這樣子呈現出來 將來在規劃上面也比較容易去針對所需要的相關的資源 然後再去做這個做規劃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 所謂的線框圖 那這個部分的話底下我有一張圖 其實也就是 類似於你可以畫個草圖 把所有的需求上面都把它標註出來 那當然這只是一個類似的草圖 所以你將來可以在跟使用者溝通的時候 可以隨時去討論 然後並且做一些修正的動作 OK 那使這個後續的UI呢 可以更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那這個等於是有點像一個視覺稿 至於怎麼調查 這部分當然會需要這個UX設計師的那個 跟他的可能學歷或者相關背景 可能這個會要求的比較高一些 那這樣的話可以增進使用者的一個正向的體驗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真正能夠解決使用者的相關問題 而不是說只是表面上讓使用者覺得這個地方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表面上解決啦 所以剛剛這幾個有關功能地圖啦 或者是線框圖 那再來的話就是有關那個流程的邏輯 那這個邏輯部分的話當然也是相當重要啦 因為如果你那個邏輯不清楚的話 將來在設計APP的時候 可能那個連貫性就會很差 有時候比如說你這一頁跳下一頁 兩者間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會讓使用者覺得很不知道所措 覺得為什麼你這樣安排有點像這個順序有點怪怪的 所以要怎麼樣安排整體的一個流程 這恐怕還是非常特別需要注意 尤其是那個邏輯器你要怎麼擺放 那這個部分的話當然就會影響到這個後續的程式撰寫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程式邏輯 其實跟這個後續的程式設計其實關聯性會相對的比較大一些些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呢 這個按鈕要怎麼擺放才能夠成功的引導 就是說使用者完成 比如說相關的結帳 假設是一個餐飲的APP的話 還有就是說呢 是不是符合閱讀的順序 比如說應該要從上到下還是從左到右 這個可能要稍微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呢 第五點就是說也是最關鍵的啦 其實一個好的APP能夠做出來 真的很需要這個團隊的協作 那當然呢 其實絕對不可能是一個人從頭到尾 單打獨鬥啦 除非說你是前端後端 然後UI UX 其實都可以的話 當然也有這樣的人存在啦 只是說要能夠養成這樣的一個能力 其實相當的困難 而且其實當然也並不建議 因為畢竟如果一個人全部從左到尾的話 可能也還是會有一些局限性啦 因為你假設從自己單一的觀點來看 有時候寫出來的東西不見得是使用者要的 所以要怎麼樣做一些溝通協調 這部分當然很重要 尤其是將來如果說你們在分組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Leader 一個真正去安排 那安排的話呢 可能就是要除了安排時間 時間很重要 比如說時間到了你該做什麼 該教什麼 其實可能要做一些企劃規劃的動作 這個可能還是要特別注意 那還有分工的部分 比如說誰安排前端的美工 誰做UI 誰做UX 那不過我是建議 UI可能還是比較為優先 UX的話是後續的 然後再來的話誰設計程式 每個細節其實都相當的重要 OK 所以呢 這個如果 這個如果 能夠 跟大家 協同 把一個事情做出來 其實這一點的話 恐怕還是要思考一下 怎麼樣去 跟大家做一些溝通協調的動作 再來的話呢 就是有關那個視覺美感的部分 那當然呢 做為一個設計師 怎麼樣拋棄美感的這個要求 這一點的話呢 其實跟團隊合作的能力一樣 很難靠短期惡補 來提升這方面能力 當然有些人是有天分 不過其實大部分還是要靠累積 因為其實如果說你要能夠真的做出一個 讓你要覺得 哇這個感覺這個版面呢 做出來就是漂亮 就是平衡 就是協調 當然 這當然你必須要先看 我覺得你還是要先學習 比如說先看別人怎麼設計 哪些東西呢 是真的是經典 那你才從經典裡面的話慢慢學習 再來的話可能就是要多做 就是說 利用這個 各種的這個練習過程當中 然後增加你各方面的能力 那 當然呢 有一些網站 其實他有一些相關的資料放在上面 你們都可以其實可以參考 OK 像剛剛這邊有提到 Pinterest 這個網站上面其實有相當多的一些 可以當成是參考的一些作品 那當然你就多多去看一些相關的作品 那可以增加你一些的審美的觀念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你可能在其他的比如說像一些古典藝術啦 或者是電影海報等等賞吸 當然有助於你審美的鍛鍊 那當然這個UI設計絕對不是靠感覺 必須要幫產品 這個挑選適當的風格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你要必須要多一些資料庫 越容易找出客戶喜歡的方案 不過這部分跟各位講 因為我畢竟對於這個視覺方面 並不是我的專長 所以如果假設各位 對於那個視覺方面 比較有 這個比較喜歡的話 你有興趣的話 我是建議 各位可以多跟那個趙茉莉老師 多多討論 因為他這方面 比我的能力還要更強 因為那個趙茉莉老師 他曾經有教授過 很多 很多奇的 這個像 Adobe 這個Photoshop 或者是Illustrator 或者是說像那個 網頁設計的相關課程 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 那個 張茉莉老師 在這方面 相較於我 可能還要更 這方面還要更專業 OK 那 所以這邊的話 提供給各位一些意見參考 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做一些總結 所以我們 這邊可以做兩點的總結 第一個的話 大致了解 就是 至少我講完這些 你至少要了解 UI跟UX工作內容 還有 必備的一些能力 之後的話 相信 你大概對於這部分的 初步的 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然後 將來的話 如果你對於這方面 有興趣的話 那 你就漸進的再去學習 那 漸進的入門 然後 約略的話 有一些 學習的一個輪廓之後的話 慢慢的話 或者是說 你可以自學 自學 自學部分的話 當然是 比較會需要花時間 那當然一定會有一定的技術的門檻 因為這個說真的 每一項專業技能都會非常花時間的 不過也是因為花時間 難度比較高 所以相對的 也會相對的比較有成就感 OK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其實 第二個的話 如果將來各位對這方面工作有興趣的話 其實當然你會想說 那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入行 因為如果要培養一定的專業技能的話 短時間當然不太可能 所以像我以前的經驗是這樣 其實我入行的時候說真的 我對於程式其實說真的 真的了解嗎 但其實我跟各位講 其實當然我自己還是有點心虛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有一點就是你的企圖心 因為如果你有企圖心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進到那個產業 我覺得進到產業真的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進到那個產業之後的話 說真的你才是 那個什麼 進步爆衝的那個階段 為什麼 因為你要能夠真的有實務經驗之後 你的學習才會是非常快速的 因為有些東西 真的你只是在平常學習階段 說真的 你當然也有點像隔靴燒養 真的還是燒不到養醋 所以建議如果有機會的話 能夠到業界 或者是說寒暑假有機會的話 真的可以到業界稍微看一下 那當然你就會馬上眼睛一亮 因為至少知道說 到底現在業界需要哪方面的人才 然後呢 這個設計師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OK 然後你相對的 你會看到很優秀的設計師 當然你也會看到 這個很混的設計師 當然你就從中 你當然可以得到很多是 在學校學不到的知識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恐怕就是說 可以再想想看吧 那將來當然 如果你們有分組討論的時候 其實不妨也可以 就是在你的能力上面 針對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試做看看 那當然經過實作 我覺得你會得到更多 還有哪有些東西 盡可能的培養興趣 因為如果你對這東西有興趣的話 你會覺得做得很開心 然後會辭之以恆 因為我回想起來 說真的學 從我開始學習到入行 我覺得大部分的體驗 其實都是還蠻愉快的 OK 而且遇到的人其實也都是還蠻正面的 比較不會是那種 就是會比較虛偽吧 因為畢竟你到了一個比較新的產業 像這些跟技術有關的產業 說真的大部分的人忙都忙不過來了 其實很少會有機會可以 所謂的勾心鬥腳 那當然這個產業也蠻有趣的 就是說你的薪資 還有你將來的升遷 真的還是完完全全靠你的能力 也就是說我覺得這產業 比較公平的一點 就是說你願意花時間 真的你就會有一定的回報 而且就是說你後續能夠延伸 你要想要做的 比如說你將來想要往領導階層 其實你會覺得你是看得到希望的 或者你對領導階層沒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跳別的產業 比如說像我認識的蠻多朋友 可能對於技術慢慢沒興趣 他可能就跳到別的產業了 比如說跳到金融業 其實也蠻好的 為什麼 因為金融業很需要有技術背景的人 或者是說你可能像 像我本身後來是跳到那個教學 其實我覺得發展也蠻好的 因為我至少我有一定的實務經驗 然後再結合我對於教學的興趣 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發展的感覺也還蠻好的 畢竟就是很多時候 我的角度可能會跟可能 就是只在學校教學 從單單純教學的老師的這個角度 其實還是或多或少不太一樣 畢竟因為我們常識就是在解決問題 而且比較實務性比較重的 所以大部分還是看到問題本身怎麼快速的解決 那當然啦 不過我是覺得有一些地方比較缺乏的 可能就是在做純學術研究上面 真的好像激不起這個熱情 因為我覺得說好像實際上做東西感覺比較有趣 但是你叫我講了一大堆理論 我說真的這還蠻痛苦的 那當然就要看自己對哪部分比較有興趣 這一點其實還蠻重要的 OK 好